各位朋友早上好 今天早上我会详细的介绍给大家无花果是要怎么做高压的 然后我们使用的就是连续高压 首先我们看一下 这是我们家的无花果 它已经成熟了 已经掉下来了 然后剩下的这几块也差不多 昨天我还没摘掉 今天我才摘下来 OK 好 现在我会详细的跟大家分享一下 看我们的五花果 好 现在我们看到这些就是我们家的五花果 然后我现在正在做一些高压 然后像昨天我有跟大家讲 我要准备一些 这就是椰子壳的粉碎出来的 只单纯的椰子壳其他我都没有加进去 然后小的袋子 OK OK 这些 这些 你笼带这些我都要准备好 然后还有个 这个这个剪刀 OK 手机 现在我会进行加接 这份 分叉这条给大家看 这个可能我会做成五或者六节的高压 OK 现在我会让大家详细的看一下 我使用的全部这些都是没有剥皮的 大家可以想象如果这样剥皮的话 影响很大 所以我是完全没有剥皮的 OK 首先呢我会选一个地方看我们要怎么做 像这个地方呢 我会看因为这个的话它还还上涨 所以我大概这个地方我会包一下 反正每一节我们剩下留下来起码也要三或者四个压点就OK了 像这个地方往上面是随便 可是往后的每一个起码也要留三个压点 接下来呢就是我会 使用这个 使用这个椰椰子和粉末的这些 OK 我现在会包 包是我们要怎么包 我们直接 最好是直接包在这个地方 有节的这个地方 当然在皮的这个地方都OK 可是我们把这个为中心点 今天是我特别做一个详细给大家看 OK 我这些都是完全没有剥皮 因为对我来讲剥皮是影响很大到结果或者 营养的问题 因为本来这些无花果它的皮也是很薄 然后它的根也是不是很 很健壮的那一种 它只是趴在表地的表面而已 所以我们尽量 就是不要让它损伤的太大 好 这个是第一节 第一节这样我们就已经完成了 因为像我们椰子和的粉末出来的 它的粘度比较差 所以当我们包的时候要 可能要 有点小心 因为它的粘度 比如伤人用土的那些包 然后接下来呢 就是我会用这个 这个地方呢 我现在我们看一二三四五 因为它这几个节就是比较短 长的话一半都是大概有三个芽点 但是因为短的话 我也会留五个芽点 然后我们包完这样子 然后这个我们这样摆 OK啊 这样摆 然后我们直接包 这样子 其实五花果它也是比较容易长根了 所以我们不用加生根基 也可以 生根基是树坏 加坏生根的时间 大家完全可以加生根基 涂在上面也都可以 或者我们不涂生根基也都OK 这样子 因为我现在这 这次做高芽 我做的树莲比较多 所以我没有时间去 去涂这生根基哦 我就这样直接包 好 OK 然后我们 有看到 从 这个地方 到下面这里 还有三个芽点 一二三 然后 这里有一节 这边 我再加上一节 哈 其实也是挺简单的啊 也不是很很复杂的那种 大家完全可以啊 这样做 这样做 OK 这样包就OK了 OK 这样包就OK了 OK 它又叼下来了 我又重新包一下 因为它的这种 没有 没有 那粘度啊 它的粘度 比较差 哈 OK 所以我当我们抓它的时候要抓紧一点 然后这个啊 啊 为什么我使用这种粉啊 椰子壳的这种呢 因为它粉碎出来 它的重量很轻啊 OK 如果我们做连续高压的时候 当然是我们 因为我们高压很多节啊 所以它很重啊 很重的时候 或者我们要做一个支撑 撑着 要高压的那支 或者我们要 啊 固定起来啊 可是因为我使用这种是椰子壳粉摸的 我是完全 不用做任何支撑 或者做其他的动作 OK 然后现在这个地方我 啊 又做一个啊 我看 这边 这个地方啊 OK啊 我们有看到吗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我也有剪 两个椰子 就是 嗯 好 OK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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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大家知道为什么我做五花果 我没有做剥皮的吗 因为我发现了它本来做千叉 它也可以生根 然后它平时受经常下雨 或者湿度高的话 它皮的外面它也会自动长根 那为什么我们不使用这种五花皮的方法去进行高压呢 这样就会给它带来最小的一个损伤 今天我分享给大家这一视频 希望大家喜欢 然后喜欢的朋友请给我留转留下评论 还登记我的频道 以便让大家收到下一个更好看的分享 谢谢各位朋友啊 然后我现在会继续 从这个地方往下 大概还有两到三节左右吧 OK 像这个地方 大概这里 一 二 还是蛮多的哦 这地方我又做了一节 在这边做之前我先做这里 因为我们看到 从这里到上面还有一些雅点 当然我也包在这个地方 我们包这个的话 我们每一节最好是拿一个 啊 节的那个地方 节点的那个地方为中心 和我们这期间 明镜需要和影响 恍生 变态 点击